青朝人上海老照片,照片中的两位男子,看上去十分的销售,应该是很多钱没有吃饭了,手里拿着的大碗也是空空如解,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大夏天, 从他们脱去的上身衣服可以判断,天气还是很炎热的,后面的大户人家的大门开着,应该是他们俩刚刚习讨出来,大家都知道,青朝那个时候没有避孕概念,很多家庭生的孩子特别的多,导致无法养活,在父母万般无赖的情况下,只能把孩子送人,送给亲戚是首要的选择,这样既能知道亲戚对孩子好不好, 也能获得亲戚的资助养活其他孩子,这种事情在青朝穷人里面是非常普遍的,他们当时做法在今天看来还是能理解的。 在青朝老北京的街头早晨,经常会看到很多穷人聚在一起吃饭,他们吃完饭后就得忙着找活挣钱,这样才可以的晚饭的时候,有一顿热饭吃, 这大概就是青朝学后穷人的日常生活吧,照片中的他们看不清楚在吃什么饭,或许有肯他们吃的这顿饭,成为后来未经殖民小吃也是有可能的, 但是就照片本身来看,他们还是很可怜的,青朝时候的乞丐是很可怜的,经常是吃不饱腹,几天都吃不到一顿饭,也没有住的地方, 他们成群结队互相照料,为吃饱肚子不得不逼人一等乞讨,照片中的四位乞丐有劳有少, 祖编那位老人的衣服,已经是破碎不堪,三个年轻人看上去已经是被生活折磨得不成样, 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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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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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